请大家把这个讲义翻到94页 下面呢就是来介绍 这个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 前工业革命时代咱就讲完了 那下边呢就是工业革命的时代 工业革命的时代呢 也就是这个 呃 就人类的这个生产和组织形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呃 一个时代啊 这个这样的一个时代啊 呃 首先啊 是工业革命的背景与条件 哪些背景与条件 这里边有几点 第一个什么 资本主义制度 对资本主义制度 是吧 这个是前提 没有这个前提 什么就都下背了 是吧 咱们讲过 说这个 你 你这一个国家呀 你要想发展资本主义 你得具备几个必须的条件 是吧 资金 市场 原材料 劳动力 那么大家想想 在18世纪 中期 175060年代 哪个国家这些东西最多 资金 市场 劳动力和原材料 大清 对吧 大清 但为什么大清没发生工业革命 对啊 你制度造成的 对啊 你这个专制政体 重荣一伤 我不允许你发展 资本主义 你工业革啥命啊 明白那意思吗 你上哪革命去 所以 你从这上就能看出来嘛 你没有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做保障 这个工业革命根本就无从谈起 就这么个意思 根本无从谈起 是吧 所以 这个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 这个是前提 还有什么 殖民地 财富 海外市场 财富就是什么 就是资本原始积累 就是资本 资本 还有什么 海外市场 海外市场 这个财富和海外市场 杨阳文再看 圈地运动 怎么了 那很好 能够提供自由劳动力 这个大家要知道 地主圈地养养 你这块地上养了 养了 那这块地上 原来农民怎么办 进城干嘛 打工啊 做工吧 是吧 做工啊 所以国外的工业化 农民是 离土 离乡 明白这意思吗 国外搞工业化的特点 就是农民离土 离乡 离开土地 然后离开哪 家乡 对吧 进城吧 进城打工去吧 中国就要避免这种情况 中国就应该让农民离土 不离乡 所以要发展什么 乡镇企业 非农产业 是吧 中国九亿农民全上北京来 甭说全上北京 来百分之十 北京完蛋了 是吧 北京现在都瘫痪 是吧 你说大礼拜六 中午堵车堵成那样 是吧 这 现在都这样 你就再来个 来几千万农民 你受了 所以英国它就是这样 离土离乡 农民进城 做工去吧 又有就业机会 咱那城里人还失业呢 你农民都来干什么 所以提供这样的一个就业机会 提供这样一个机会 因此 提供了劳动力 再有一个是什么 你看 技术 手工工厂 日益兴旺 技术进一步发展 很好 技术 生产技术是从哪里来的 是吧 原来这些活 就会干 只不过原来呢 用人手干 现在拿什么干呢 机器干 而已 是吧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所以他技术上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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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量在这摆着呢 这个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技术进一步发展 还有一点 市场的需求 那就是你你你你你这个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了 所以我才要想办法改进生产搞工业革命 明白的意思吗 我这产品供不应求 我才改进生产技术 多生产 我生产专没人要 我还多生产 我疯了 能明白我说这意思吗 所以这一段 一个前提五个条件 一个前提是什么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 五个条件 看书啊 别看我啊 五个条件 什么 资金 市场 劳动力 技术 需求 很好 对吧 五个条件都在这点上说 叫有资金 市场 这个 其实资金市场就包括原材料了 对吧 殖民地能给你提供资金 提供市场就也能提供什么 原材料 而且英国我不像日本人的 啥也没有 英国本身矿产资源就 很丰富 是吧 奔宁山脉两侧 煤铁锄量 就很丰富 是吧 然后这个资金 市场 劳动力 劳动力是什么提供的 然后 技术 技术什么提供的 技术 什么提供的 工厂 手工业 手工厂提供的 然后是 市场 需求 过去这个旧教材的时候 就这工业革命就重要到 没法用语言形容 就这工业革命的一个前提 五个条件 你还不得让火车压一下 都不能忘 就那种感觉 能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工业革命的一个前提 五个条件 我觉得 旧教材 要是作为重点的东西 新教材肯定 还是重点 你想 出题的还是这拨人 你要让我出题 我就会考工业革命 我不会考歌女红牡丹 我都不一看过这电影 什么红牡丹 白牡丹 绿牡丹 紫牡丹 那这玩意怎么考 这白牡丹这玩意怎么考 我要考可不是 我就会出工业革命 能明白我说这意思吗 就这么个道理 那大家都这样 谁都是第一次接触红牡丹 你想想是不是 工业革命都玩了多少年了 就这么个道理 这么个道理 所以 这个工业革命就开始了 开始了 生产技术的变革 这还都是大字段 那得画一下 1860年代 哈格里夫斯 发明真泥机 你就知道这么个事都完了 至于真泥机是咋回事呢 咱也不太清楚 这还不是水利 水利织布机是水利 这还是人类 被称为真泥机 然后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在冶采煤 使用机器 第三点 第三点 瓦特改良蒸汽机 瓦特改良蒸汽机 然后第四 工厂出现 然后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 法美相继 对 这时间得记一下 英国是18世纪60年代 就是那个哈格里夫斯 那个发明 算作工业革命的开端 1840年前后完成 那就用了多少年呢 就是对 将80年吧 80年完成了这个工业革命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这个工业革命 它的这个顺序 首先从什么部门开始 纺织 绵纺织 首先从纺织业 轻工业 然后就发展到什么 冶金 采矿 也就是这个 矿野业 最后发展到 运输业 所以你看见没有 英国的这种发展 工业革命的这种发展 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先是什么工业 然后 最后 交通运输 对不对 还记得咱那一五计划吗 先发展什么 核 核 先发展重工业核什么 交通 运输业 你这就完了 对吧 你这就完了 你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 耗费量大 又没有什么收益 又不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你看人家 先是纺织 是吧 这棉布 总得卖得出去吧 是吧 你说你这军火 谁要啊 你结婚买个机枪 是吧 打打打打 你看这个 是吧 上学要弄点钢盔带 是吧 你这也没必要嘛 是吧 这么个意思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英国的工业革命 英国工业革命 然后这个英国这个工业革命 它开始之后 它1840年前后率先完成 然后法国美国两国就怎么样 跟上 法美等国相继 相继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这工业革命发展的越快 就越需要海外的什么 和原料 所以世界市场就开始形成了 什么叫这个世界市场的形成 这是什么意思 世界市场的这个形成 市场嘛 大家很容易理解 就是有买方 有卖方 有买的有卖的 这才能构成这个市场 是吧 世界市场也一样 有买的有卖的 谁是卖的 资本的国家 往外输出商品 殖民地 半殖民地国家要干嘛 买商品 然后给人提供什么 市场和原料 明白这意思吧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它有买的有卖的 这么个意思 资本主义国家是买的 殖民地 半殖民地国家是卖的 那你得给人提供市场和原材料 市场和原材料 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市场基本形成 这个标题 世界市场是怎么形成的 两点 第一点 这个机器大工业生产的产品 需要更广阔的世界市场 原料来自世界各地 第一点 我这机器大工业生产 我需要世界市场 我的原料来自于世界各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这个 机车 蒸汽机车 就是什么车 和轮船的出现 大大改变了交通运输条件 使世界各地间的联系 更为便捷 第二点就这个 这个 机车和轮船的出现 改变了交通运输条件 世界各地间的联系 更为便捷 九 九几年 九七年 九七年 鸦片战争爆发一百五十五周年 是吧 中国拍了个电影 就鸦片战争 谢进导演 鸦片战争 然后那个鸦片战争 就有一个这个镜头 就是这个英国人就是跟女王说要打中国 就找女王说这事 这个时候 说女王正在给火 给铁路通车呢 剪彩 对吧 然后咔一剪子 啪 那个 筹子一掉 陛下 我国又一条铁路通车了 人家又一条铁路通车了 咔一剪子 镜头一转 咱们中国六百里夹几快马 是吧 这人骑到马上往北京跑 是吧 还跑 跑到北京二十一天 从广州 是吧 二十一天 人家那又一条铁路通车了 整个就差了一个时代嘛 就这么个意思嘛 是吧 所以这个 就这么讲吧 就说这个机车就是火车 轮船就是什么 轮船就是什么 轮船烧什么 烧煤啊 轮船就是因为船边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大轮子嘛 是吧 鸣轮嘛 船边有一个轮子 是吧 再转 然后后边烟筒 还有帆 没风的时候呢 有风的时候用帆 溺风和没风的时候 就是烧煤 然后这个船就往前走 喷着黑烟 一大轮子 咣咣咣咣咣 转 所以这个船叫轮船 美国人富尔敦发明的 在纽约的哈德尊河口试航的时候 大家认为 开不起来 这船开不起来 等于这船一开出来 停不了 这船停不了 二十九天横渡大西洋 比帆船节省了三分之二的时间 帆船三月 这船二十九天 那以后纯烧煤的就更快了 那像泰坦尼克那六七天也就是 泰坦尼克那六七天横渡大西洋 那是他沉了 他要不沉那六七天 那是纯烧煤的了 就不用翻了 富尔敦把这项发明成交给了拿破仑 你看我们这轮船 拿破仑不懂啊 拿破仑又一骗子骗我钱 有人曾经告诉我 用气球把部队送到英国去 拿破仑一想过这十二万五千人 再加上马大炮 这不是气球啊 开什么玩乐 你以为派俩特伙过去 这是放拔火的 所以看 要能这么个怪不怪样的破船骗我钱 假如拿破仑要接受这项发明 那也有可能 就是欧盟那时候就建立了 也有这种可能 但是这个轮船一般不用于战船 不用于战船 因为他那个大炮当时都是在两弦的 而且你这个船上一大轮子 这不是很圆的一把子吗 螺旋桨发明之后 这个才用于战船 这个是原因 为什么要形成世界市场 两个原因 怎么形成的 在下面一段 为什么要形成在第一段 怎么形成的在下面那段 资产阶级 凭借着这个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在亚非拉美建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然后这样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 十九世纪中后期 一个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世界市场 基本形成 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也是世界贸易的中心 所以第一届市博会在哪召开的 伦敦 1851年的伦敦市博会 就展览英国的这些工业制成品 大英帝国的工业革命的成果 这个意思 所以我说就是这个 你这个什么叫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就是有买方有卖方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这构成一个市场 构成一个市场 那么到十九世纪中后期 英国工业革命完成后 到中国这个市场基本形成了 你比如说1840年以前 这个市场就没形成 最起码谁不在这个体系里面 中国 对吧 中国就不在这个体系里面 我们闭关锁国 我们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不卖东西 我们也不抢东西 我们也不让资本主义国家 往我们这卖东西 你明白的意思吗 就我不是 我不提供原料和市场 我也不好卖东西 等于中国就没在这个体系里 1840年以后 中国进来了 所以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 基本形成 过去叫初步形成 现在叫基本形成 那就说还有地儿没进来 哪还没进来呢 那早进去了 非洲 黑非洲 明白这意思吗 黑非洲 北非进去了 北非是什么人 阿拉伯人 白人 北非进去了 黑非洲还没进去 就今天那个战乱 平整的这些地方 黑非洲没进去 黑非洲为什么没进去呢 跟动物园没有太大区别 史前文明时代 人都围着块布 跟树上趴的 白人一来 这地儿要原料 原料可能倒有 你开不出来 对吧 没有路 你开不出来 市场 咱们还花贝壳 那有什么市场 还一屋一屋呢 所以黑非洲 还没进去 二次工业革命之后 连黑非洲 都进去了 虽然你没有市场 最起码能提供原料 非洲那地方多好 要咱中国人去那 世界第一强国了 庄际都不用种 撒把种子就长 年年风调雨顺 撒把种子就长 地里边好 一不留神就踢出一块金子了 踢出一块钻石来 钻石黄金 中非也那样 盛产 他那就产着了 所以老天爷是公平的 这么好的地儿 就得给你那种人 老天爷是公平的 公平的 让你守着聚宝盆 要饭吃 石油 你说 什么没有 他那 要把咱中国人弄过去 你想想 为什么东南亚 都是中国人最有钱 你想想 中国人多 多爱干活 多能干活 那他们那吃饱了 就围着大树就开始跳舞了 这比较可怕的 能隔善骨的民族 好像没有经济太发达了 是吧 没工作干 是吧 有工作人来吃就跳舞了 那么 工业革命这一发展 它的一个直接带来的后果 那个阶级的力量就更强大了 自然 当然也出现了 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出现了 资产阶级的力量 首先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就开始强大 特别是什么资产阶级呢 工业资产阶级 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强大 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一强大 直接就推动了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那所以咱看这个第二个标题 那实际上就说明什么呢 这个标题啊 你看啊 这个第三单元 第一个标题是一公格 对吧 你看前面那个导言就成了 就那个知识结构 一公格 然后工业革命时期 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 科学受理理论的产生与实践 1861年 俄国农独制改革 日本明治维新 这些东西 第一节 二三四五 二三四五节 都是第一节产生的什么 影响 明白意思吗 都是第一节产生的影响 二三四五节 都是第一节 为什么西方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 因为工业革命完成了 工业资产阶级怎么样 壮大了 能明白这意思吗 为什么科学受理论产生 因为哪个阶级出现了 无产阶级 为什么俄国和日本要改革 因为他们落后 对吧 他们要奋起直追 迎接工业文明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这二三四五节 都是第一节的影响 所以可见工业革命有 多重要 原来旧教材 比如说我打听到一个消息 原来工业革命重要到什么程度 今年高考 世界史就四分 就一道选择题 要是这样的话 怎么办 你就看两次工业革命 就足够了 就足够了 就是这 历史 世界史 只考一道题 肯定从哪里面出题 工业革命 明白了吗 他就重要到这个程度 打个比方 别真信 高考就四分 就一道选择题 那他一定就考工业革命 你大胆放心 别的什么都不用看 就看工业革命 不可能说就考四分的题 他考别的题 明白吗 就说明工业革命 在世界史里是number one 然后那会儿就是什么 资本主义民主政治 然后什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考那玩 最后才考什么社会主义 再最后才考民族解放 一般民族解放都不考 就不考 这个意思 所以你可见工业革命的重要性 工业革命重要性 就是说这个底线 都是它的影响 所以咱看这个第二 工业革命时期 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 一个第一个点 英国代义制民主的发展 写这个它的背景 背景实际上就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第二 整个这个第二节 工业革命时期 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 整个这个第二节的背景 都是这个 就工业革命以后 工业资产阶级兴起 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 找到了这个内容了吗 这个整个都是这个背景 就是你英国是这样 法国美国都是这样 明白这意思吗 为什么这个时候 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 因为工业革命了 因为工业资产阶级兴起了 所以1832年 英国的议会改革 工业资产阶级 获得了更多的议席 然后为工业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提供了保障 工业革命一搞 人口就从哪儿往哪儿去了 农村下 城市 所以好多原来的小镇 发展成了新兴的工业城市 明白这意思吗 但是 根据原来的议会的分配的这个名额比例 他的议席人数少 而原来的这些个土地贵族的庄园 村里边 议席多 但是现在他人已经很少了 很少了 有的甚至都没几个人了 所以这种地方被称为衰败选区 英国议会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呢 撤销衰败选区的议员 然后加到这些个新兴的城市 那城市里谁能当选议员 工业资产阶级 工人一般够呛 就是资本家 他一当选议员 议会掌握什么权 立法权 所以他立法肯定有利于什么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发展 所以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向前发展 1902年以后 英国就再也没有贵族 担任首相的事了 就19世纪的英国首相 还有什么伯爵 勋爵 这爵那爵的 打败拿破仑的那个威灵顿公爵 后来出任英国首相 公爵出任首相 在1902年以后的英国首相 一律出身于平民 贵族不能担任首相 如果你想担任首相的话 你要辞去你的爵位和上议院的一席 你才能出任首相 所以今天的这个很多英国首相 他有爵位是怎么搞的呢 他退休之后 女王为了表彰他对国家的贡献 封他一个爵位 爵士 骑士 你不勋爵 封他一个爵位 那那个不是他在职的时候得到的 能明白这意思吗 就相当于咱那什么三八红旗手 就给你个这 这意思 这是我们讲的英国 他的这个代意志民主的发展 第二个就是美国 两党政治 19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 形成五十年代中期 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大党对峙的格局 这个形成 然后这段的 反过来九十六页的最后 第一段最后一行 驴相之争 成为两党斗争的代名词 你看这也挺逗了嘛 这就跟那个挥格党脱离党似的 都是骂对方 你蠢驴 对方不这么看 那我就是驴 那个就是大象 笨大象 对方也不这么看 所以这个驴相之争 成为这个两党斗争的代名词 然后这个 两党对垒 下一段交替执政 成为美国共和政体的一大特色 两党的历史传统和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 但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政党 这个不太准确的说啊 美国的民主党一般来讲代表这个劳动阶层 共和党是代表这个大资本家 所以这个就现在这两党民主党跟共和党这两个党 共和党执政对中国是最有利的 民主党执政的时候 一般来讲这个中美关系就会出现问题 但是咱们中国人就不懂这个 中国人完全从价值取向上判断 所以中国人总是希望民主党赢 但是你看在美国的华人 美籍华人投票绝对都投给谁啊 共和党 因为这个共和党是为富人说话的 民主党劫富济贫 而在美国的华人一般都是富人 都是富人 所以这个美国就这样 美国最搞种族歧视的人 就是黑人 黑人是最种族歧视的这么一帮人 他就敏感的过度嘛 这说句不好听的话 就跟咱们那个农民工似的 农民工 他怕你瞧不起他 所以他做出一副我很尊严的样子 明白你的吗 黑人就是这样 你不能说他黑人 Blackman不行 谁黑谁黑 我不黑 我不黑 我比皮鞋白多了 Blackman 你不能这么叫他 Blackman 你一定要叫他非洲裔美国人 你就得这么叫他 非洲裔美国人 他就是自尊的有点过分 他怕人 尤其黑人仇视华人 印度人 他为什么仇视华人和印度人呢 我在美国住了几百年了 你现在比我发达 你也不想 您这里边装的是啥 你能有我发达吗 你念了六年小学 二十六个字母都不认得 所以来荣誉毕业 你经这人 你经这人 美国那叫什么 就相当于咱那高考吧 SS什么T 那个T考试 华人的通过率是百分之百 亚洲裔是百分之八十五 白人百分之六十 拉丁裔百分之二十五 拉丁裔就是西班牙的什么的 就是拉丁美中 墨西哥挖地道过来了 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二十五 黑人百分之七 通过率是百分之七 所以你看黑人一般都干什么呢 出名的 这个的和这个的 是吧 这个的和这个的 都干这个出名 干这个出名 像什么奥巴马总统啊 赖斯国务卿啊 鲍威尔将军呢 这在黑人里绝对是个 异类 太少了 是吧 你想他能读到 他能这个读大学的才百分之六七 是因为他没钱读吗 是因为政府歧视他 不让他读吗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民主党 他他比较像的这帮人 他像这帮人 他劫富济贫 实际上对海外华人 是非常怎么样 独立的 独立的 这个这个 美国啊 就这样 这一栋公寓大楼里边 搬进来一户黑人 白人就开始 陆陆续续往外搬了 就我们走了 最后这楼就全黑了 是吧 就全黑了 是吧 所以黑人住市中心 白人住郊区 现在都是这么一个格局 是吧 这个这个 就就 这就全黑了 你说我 我种族歧视的言论 不应该有 但是我不愿意跟你住一块 这个权利我有吧 我就走了 我就走 就这样 只有谁敢跟黑人住在一块呢 韩国人 韩国人 因为韩国人不好惹嘛 辣椒吃多了 脾气很爆 脾气很爆 这个这个这个 老黑在那个 韩国人开的超市里 一个黑丫头 九岁一黑丫头 偷巧克力 他吃 偷巧克力吃 好像说那巧克力 才一美元多少 那韩国老板娘看见了 你交钱 一美元 你小丫头没钱 不交 吵吵吵吵 老板娘 砰一枪就把丫头给毙了 反正那家人没死刑了 砰一枪就毙了 一美元就干掉一个 然后那个 韩国姑娘开车嘛 这红灯扒一停 这窗户没摇上去嘛 黑人上来 把他那副驾驶座上 那包给抢走了 包给抢走了 要搁担中国人 这怎么办 你一个是报 就是你第一任倒霉 是吧 然后报警 要的回来 要的回来 拉倒 人家韩国姑娘一挂挡 咯 撞子 撞子 所以你看那94年 那个洛杉矶种族骚乱 这帮老黑上街 打砸抢烧 无恶不作 最后这个动用 国民警卫队 才给镇压下去 就差点的动用正规军了 只有韩国人的店铺 没有损失 韩国人抱着冲锋枪 站在家门口 真的 拿着那冲锋枪 电视看的倍儿清楚 就跟那以色列 屋子似的那种冲锋枪 拿着 扫 扫 谁敢抢我店 我不嘟嘟了你们 扫 扫 这个什么 华人的店铺损失最惨重 哪个地方只要一有骚乱 准是华人损失最惨重 因为中国人老是稀释宁人 我忍了 有的时候暴力是他们唯一听懂的语 你忍什么你忍 你看韩国人 所以华人出去就都跟韩国人一块住 我们也吃喇叫 然后我们也前咕噜不转后咕噜转 一张嘴就死咪的 我们也这样 这解决问题了 你看他就是 你包括那个那年那新二十凉 那个什么闹的飓风 你看那抢东西的不都是黑人吗 都是黑人 白人不干这事 不干这事 所以他这个 咱们觉得的民主党 而且你看到没有 美国现在特别有意思 美国是资本家喜欢共产党 为什么资本家喜欢中国共产党 资本家为什么喜欢共产党 耐克公司喜欢共产党 为什么 咱你这生产耐克鞋 多便宜 在你这耐克鞋 一双耐克鞋出厂价格就六十几块钱人民币 在咱这一卖就卖个一两千 打完折还好几百 你到那个巴黎春天 巴黎的春天百货 我看那个耐克鞋 五十三欧元一双 就拿玻璃罩罩上了 精品鞋 明白那意思吗 五十三欧一双 就拿玻璃罩罩上了 就合理五百三吧 人民币 乘一十 欧元就乘一十嘛 法国人都不买 法国人嫌贵 法国人不买 嫌贵 咱这打完折那鞋得多少钱 是吧 打完折那那只鞋多少钱 所以你说你上当不上当 那玩意都是哪生产的 那鞋哪生产的 全没的云差呢 是吧 你要是买 找了一双 没的一USA的鞋 你拿回来我吃了它 是吧 你想美国工人的 一年的工资 五万多美元 他做鞋 他这鞋得卖多少钱一双 才能给他发工资 明白那意思吗 咱们工人一年的工资 两三万人民币 还半个月不发呢 是吧 半年不发 是吧 工人劳动十一个小时 都没问题 他那 是吧 所以你想 他特别的就是 资本家喜欢共产党 谁讨厌共产党呢 哎 美国的工人最讨厌中国 所以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 劳联产联 是最反华的 而这个劳联产联 是民主党最重要的支持力的 他最反华 然后我的工人也就会造大小鞋 对吧 就你那工人那么便宜 就跟不要钱似的 所以我这 我这没法弄吧 没法弄吧 就我在那个 德国那个 那个科隆大教堂 底下有一个 欧元 一欧元超市 就跟咱那个一元店似的 是吧 刀了电 所有东西弯悠 他那个就是 还不是弯悠 九毛九 所有东西都九毛九 九毛九就和中国九块九 嘛 就欧元九块九毛九 是吧 中国那一元店 那东西都没法要 两元店也没法要 十元店都没法要 对吧 哎 应该拆钱都是一块 连里面东西都拆了 没问题 不用心疼 人家那边东西都好着呢 我看那个 三把就那个 微波炉用的那个 竹子的还是木头的铲子 九毛九 那里边绝大多数的东西 百分之八九十的东西 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你想这铲子 飘洋过海 到这 三把九块九 那做这铲子 人家能挣多少钱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你劳动力太便宜 你挤的 人家工人没法活了 所以人家工人跟你作对 资本家喜欢你 马克思要活了 马克思就晕了 这怎么解释 对吧 这怎么解释 是吧 对不对 这马克思就 马克思 马克思得我 我死了 我干脆 解释不清楚怎么回事 为什么资本家喜欢共产党 所以其实美国真正 共和党执政的时候 其实跟中国的关系挺好的 你包括这个小布什总统 除了01年闹雾会 撞一回飞机 是吧 这跟中国的关系一般好 民主党上来往往容易 找中国的茬 什么贸易问题 人权问题 这都民主党 找你的茬 而且美国历史上 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什么呢 民主党发动战争 共和党结束战争 你看韩战 越战 都是民主党发动的 都是共和党的时候 结束的 结束的 你看南联盟 克林顿在位的时候 南联盟不是民主党吗 是吧 当然这个小布什是个另类 他没事打伊拉克 打阿弗派 是吧 反恐嘛 需要 是吧 所以他这个 这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所以这两党 是这么一个区别 这么一个区别 是吧 然后就是法国的 共和制度的建立 法国共和制度建立 所以他刚刚讲完 七月 王朝 七月王朝 然后这个1848年 就看那第二段 1848年 找到了吗 小字段的第二段 1848年 二月 巴黎人民又起义了 巴黎人民酷爱干这事 闲着是闲着 1848年 二月 然后革命 下一行革命 七月王朝 瓦解 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拿破仑的侦 的侦子 侦 路易 波拿巴 当了总统 他是拿破仑的弟弟 荷兰国王 路易的儿子 路易 波拿巴 当了总统 他一心想恢复 他大爷的光荣 是吧 是吧 但是他又没有他大爷的 本事 是吧 只是这个意思 所以称帝 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 等于这第二共和国才 才几年 三四年的样子 不到四年 不到四年 第二帝国就建立了 这就是拿破仑三世 拿破仑三世 二世是拿破仑的儿子 跟奥地利公主生的那个儿子 二十一岁就死了 一天皇上也没当过 但是因为他是拿破仑的儿子 所以他是二世 拿破仑侄儿就是拿破仑三世 三世 迫害死了 那就是给关起来了 抑郁症 可能是那样 死于抑郁症 二十一岁就死了 因为他妈改嫁了 嫁了个奥地利的伯爵 后来 这样的话 拿破仑侄儿当选为 总统 然后政变 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 第二帝国 这是咱们讲的 法国又变了 法国政体又变了 看见没有 然后 第二帝国的十八年 烧原民园的就是这个 第二帝国的时候 烧的原民园 然后 1870年 普法战争 找到了吗 1870年 普法战争 法国战败 第二帝国垮台 建立第三共和国 法国好有意思 是吧 法国又变了 法国又变了 又变成这个 又变成共和国了 又变成共和国了 咱到这为止 把法国总结一下 法国的这个政体的演变 你写在书上空牌 里面 总结一下 法国政体的演变 1792 1792到1804 写一下 1792到1804 这是第一什么 第一什么 第一共和国 1792到1804 第一共和国 那1792年以前是什么 波旁 王朝 1792到1804 第一共和国 当然那第一共和国当中 还经历了什么都政府 执政府 什么吉伦特派 雅各宾派 还经历很多 那就另说了 但是他总名称都叫 法兰西共和国 咱们给人数的 给人排的数 12345 人都叫法兰西共和国 这是第一 然后1804到1814 04到14 这是第一帝国 04到14是第一帝国 然后15到30 1815到1830 这是什么 是吗 是是是 刚才有同学说第二了 应该是波旁王朝 复辟 波旁复辟 波旁王朝复辟 就是波旁王朝就完了 你甭管他复不复辟 是吧 就是又是波旁王朝了 明白这意思吗 然后30到48 7月王朝 30到48 7月王朝 48到52 第二共和国 48到52 第二共和国 第二共和国 然后52到70 那1852到1870 第二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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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1870到1940 这个比较长 第三共和国 1870到1940 是第三共和国 直到这个40年被纳粹德国 消灭 消灭 然后再往下可以 你愿意记 再记 就是45年 1945到1958 1945到1958 是第四共和国 第四共和国 45到58 是第四共和国 那58年到现在呢 第五共和国 第五共和国 谁知道什么结束 是吧 明白这意思吧 咱等于先把他这混乱的一个政体的局面 给他串一下 要不然一会儿共和国 一会儿帝国 怎么那么乱呢 那么乱 平均七年一部宪法 就是乱 很乱套 乱套 然后第三共和国建立了 法国建立了第三共和国 是吧 然后第三共和国虽然建立 但是呢 这个 到底是实行君主制 还是共和制 吵得很厉害 国民议会一票通过了第三共和国的宪法 一票 共和国 因为这个君主派分裂了 君主派内讧 正统派 主张波放王朝复辟 奥尔良派主张七月王朝复辟 波拿巴派主张拿破仑复辟 所以他君主派都不是一事 最后一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第三共和国宪法 法国是一个共和国 就不能变了 那不能变了 所以往下看 1875年的宪法规定 立法权属于议会 由参众两院组成 找到了吗 参众两院组成 法国的最高法院 由参议院组成 所以等于法国他没有最高法院 他是参议院组织最高法院 然后总统 总统 由参众两院 联席会议选出 任期七年 连选连任 没有这个 两届那一说 后来这个希拉克当总统的时候 就是前一任总统 把这个 他的第二个任期 他把这个任总统任期缩短到了五年 要不然你这七年就太长了 美国总统一任四年 两个任刚八年 您这一任就七年 太长了 所以这个是任期七年 连选连任 可以连选连任 然后宪法规定 国家的行政大权 由总统掌握 总统是国家元首 军队最高统帅 有权任命部长等 经众议院同意 有权任命内阁 经参议院同意 有权解散众议院 这部法国宪法 是最简单的 而且是漏洞百出的 而且是寿命最长的 为什么简单 它反而寿命长 各方的利益都能够得到妥协 都能找到宪法 得支持自己的依据 明白这些吗 越微观 越宏观 越好调控 你越微观越不好操作 越不好操作 所以资产阶级共和制 在法国最终确立 找到那个内容吗 而且1875年的法国宪法就规定 曾经统治过法国的这些个家族 比如波旁家族 拿破仑家族 奥尔良家族 在法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后来因为波旁家族 跟纳粹德国合作 他想在法国复辟 希特勒其实对这个并不感兴趣 他在这复辟 所以被驱逐出了这个 法国 就是波旁王室的后代 不允许在法国国内居住 不允许在法国国内居住 那他们在哪住着呢 在西班牙 因为今天的西班牙也是波旁王朝 这个今天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开国君主 是路易十四的孙子 他等于是一个家族嘛 所以他们在西班牙 现在仍然有自己的王朝 有自己的城堡 有自己的王朝 当然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他 今天的传人叫路易二十 他经常向法国人民发表新年贺词 我你们的国王路易二十 法国人看有病 经常发表文告 发表新年贺词 给大家拜年了 国王路易二十 法国人没人理他 现在还在法国 还在法国 不是在法国 在西班牙 在西班牙 然后给法国人民发短信 拜年在西班牙 干这个事 因为西班牙今天还是君主制 然后也是波旁王朝 所以就是法国的共和制度 就这样确立起来的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